当然有不少的国际媒体纷纷来台进行采访 那么本土性的活动也希望能够跃上国际舞台 很台也很国际化的过程当中 怎么一笑大方呢 我们记者很敏感发现到 由于那么这个宣传指册当中的记者证 竟然字母印错了 轰轰烈烈进行绕进的活动当中 那么国际化的过程 竟然台中县政府出现这个乌龙措子 这张是大甲妈祖国际文化节活动刚开幕时 台中县政府发给媒体的记者采访证 绿地白字设计得典雅大方 但是您发现了吗 这里头有一个很严重的错误 我们找来县长看看他发现了没有 这里呢 这要戴个眼镜啦 这太小了 左看看右看看 县长拿出老花眼镜再仔细看 你说这边这边印错了对不对 那应该正确应该要印 reporter 县长发现了就是这里 记者的英文应该是reporter 怎么会变成preporter R变成P 杀一个单字就差了天南地北 那preporter是什么意思 我们上网查查看 结果查无此字 找来英文老师再问问 那preporter我们知道 并没有这样的英文单字 确定都没有吗 我们很确定没有这个英文单字 老师说确定没有这个字 再考考您 妈祖镇头和爆马仔的英文要怎么说 镇头是不是 所以马祖的英文呢 你跟外国人朋友介绍就是说 Sea God 爆马仔啊 爆马仔 其实像我们把这个中文要翻成英文 对不对 其实英文没有这样一个东西 英却译 比如说爆马仔 台中县政府推动大甲妈祖绕境活动 想要把它国际化 可是该有的英文翻译却欠缺的可怜 在县政府的网页上 还写着这次国际观光文化节 受到国内外媒体的注目 发生这种reporter变成preporter的错误 这次不管是国内国外都会很受注目 原来新闻宁波琼 陈彦一台中报道